被挤在外面的魏红远 啊这咋的 连他堂堂齐王都看不到了吗 身后的小丝 刚想张嘴提醒这些人 齐王来了 魏红远却抬手制止了 然后扭头看向四周 他下意识去寻找魏子轩 终于被他看到 坐在角落里死命读书的年轻人 子轩 他走上前去 魏子轩抬头 便看到了亲爹魏红远 对此他有些惊讶 这个亲爹真的从来没有主动找过自己 印象里 他看自己的目光 既是厌恶和鄙夷的 然而现在 亲爹望过来的目光 却是满含着激动和喜悦的 魏子轩 您老人家喜悦的屁呀 他瞥了一眼 低下头继续努力念书 大哥现在的风光 就是他的未来 所以他一定要努力用功读书 然后像大哥一样 被人围在中间 备受追捧 这才是他应该享受的美好人生 被无视的魏红远 竟然也没有恼怒 要知道 若是换了以前 他若是被这个废物儿子无视 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但是现在不会了 他学会了忍 魏红远陪着笑走上前去 子萱 父王来看你了 魏子轩勉强抬头看了他一眼 无情道 已经合理了 不是父亲了 我们没有父亲 只有母亲 你 魏红远抬起手来想打 然少年一动不动 目光坚毅 死死盯着他 搞得魏红远抬起来的手 竟然怎么都落不下 哼 还是像以前一样 没有变化呀 魏子轩的眼睛里满是计笑 以前不是非打即骂的吗 以前不是指着 我跟大哥的鼻子羞辱的吗 以前不是毫无顾虑的 想无视就无视的吗 现在怎么都不敢打了呢 西王殿下 你不觉得现在的自己 有些可笑吗 你 你 魏红远弃的浑身哆嗦 可是儿子说的也没错 以前的自己 根本没把这两个孩子放在眼里 但是现在他知错了 他后悔了 他想把两个儿子接回王府 这么优质的天赋 理应是继承王府的才对呀 他忍不住道 子萱 回来吧 回齐王府 你将来就能继承王府 子涵的封号是公主 这公主只能给魏斯瑶 你们什么都得不到的 齐王府 算了吧 齐王府还有什么呀 不过是个空壳子罢了 你 魏红远气疯了 而此时 魏荣萱也破开人群走了过来 众人看到齐王 纷纷行礼 魏红远回头 便对上了魏荣萱 漆黑沉稳的眸子 不知为何 魏红远心里突然咯噔一声 即便是对着魏子萱 他都不会有这种情绪 只有魏荣萱 这个儿子太安静了 安静到谁都猜不透 他心里的想法 乃至连他对上魏荣萱的眼睛 都会有些害怕 魏红远能怎么办 他只能放下身段 笑着迎上前去 做事就要抓住魏荣萱的手 魏荣萱不动声色地避开了父亲 淡淡道 参见齐王 说完 行了君臣礼 跟别人一样 这样的疏离和冷漠 让在场所有人都一愣 魏红远更是好像 被架在了火上烤 备受煎熬 对 得行礼 魏子萱看到大哥的行动 这才好像想起来什么 也行了君臣礼 魏红远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 他准备了那么多话 甚至都没来得及说出口 而两个儿子 已经用行动将他堵死了 容萱 你何必如此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齐王当初抛弃细子的话 说得敞亮 我等自然要成全 言外之意就是 人是你抛弃的 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要 你 魏红远已经被魏子萱 气过一次了 现在魏龙萱一开口 就把他气了个半死 再看看这两个儿子 一个面无表情 冷落冰霜 一个细皮笑脸 等着看他的笑话 魏红远还有什么不明白 他屈增降跪的 想把儿子们找回去 可人家根本不想 跟他们回去 好 我就看看 苏子涵将来 能给你们什么 苏子涵什么都给不了 就算是公主 他也不姓魏 你们不是坚持吗 行 到最后看看 到底是谁 将来会一无所有 就像看着两个仇人 魏红远淡然开口 母亲能给的 自然比王爷多 说完叫上魏子萱 子萱 走了 二人扭头离去 完全没把魏红远放在眼里 周围的人都看到了 但也都没说什么 毕竟齐王和苏子涵的事情 京城还有谁不知道的 许是觉得 大家都在笑话自己 魏红远只能恼羞成怒离去 两个优秀的儿子 不肯跟自己回去 而王府里现在剩下的儿子 就只剩下一个 卧病在床的魏锦诚 魏红远冷落了魏锦诚好几个月 现在终于确定 自己能指望的 或许只有这一个他瞧不上的 半费不费的孩子了 至于采黎的孩子 这不还没生的吗 男女都不知道 更别提修伪了 不过魏红远并没太期待 毕竟青楼女子 修伪也不高 生下来的孩子 又怎么可能是天才 思来想去 魏红远决定 还是得继续帮魏锦诚 去 把本王养的鱼弄出来 给锦诚补一补 好好养养身子 管家得了令 赶紧领着人 去后院的池子里捞鱼 然而 管家带人捞了好久 都没看到一条鱼 这 这一条鱼也没有啊 捞鱼的蒲从脸都白了 这些灵物 他们见都不可能见 现在却一条都捞不到 怎么回事啊 蒲从这么一说 管家的脸色都白了 他赶紧夺过鱼网 亲自下去打捞 再捞了十几次 依然空网之后 他也白了脸色 不 不 不好了 不好了 齐王养的灵鱼都没了 都没了 管家大惊失色 赶紧向齐王汇报 什么 灵鱼全没了 是 是啊 竹子 老奴捞了很久 真的 真的一条都没看到啊 魏弘远气炸了 好好的在王府里 怎么可能养的鱼没了 那些鱼又不会飞 他恼羞成怒走进后院 试着自己下网捞 果然一条都没有 恼怒之于他突然想到 和离分家的时候 忍不住怒到 肯定是苏子涵 把东西都拿走了 你们这些废物 好好的家业都看不住 竟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让苏子涵把好东西 都拿走了 管家连连摇头 没有啊 王爷 老奴记得清清楚楚 娘娘走的时候 送过来的各种单据上 根本就没有鲫鱼这一条啊 娘娘甚至连池子里的水 都抽走了四分之三啊 但是唯独这里的鱼 没动过 没动过 怎么可能 这么好的东西 苏子涵会不拿走 除非 魏弘远猛的一顿 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管家显然也想到了 在一边缠微微道 除 除非 河里之前这里的鱼就没了 苏子涵 魏弘远气的破口大骂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一定是苏子涵 把这里的鱼都吃光了 怪不得这女人能晋升金丹七 怪不得魏容轩和魏子轩 能这么优秀 原来是吃了自己的鱼 最让人生气的是 吃了鱼之后 这一家四口还拍拍屁股走了 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 不行 这口气不能忍 魏弘远想也不想 直接去了隔壁 不过他学聪明了 没走正门 他翻墙进去的 哈 这下谁都拦不住自己了 爽 苏子涵 苏子涵 门外再次传来暴怒的声音 齐王魏弘远 怒气冲冲走进来 怒道 本王书房后面池塘里 养的那些鱼呢 苏子涵 齐王扶你管家 你告诉本王 本王养的那些鱼鱼呢 魏弘远要气疯了 那些鱼都是花仲金弄来的 喂的就是养大了 给魏锦城和魏婉惠吃 啥都不剩啊 他快气疯了 自己辛辛苦苦饲养那么久 苏子涵竟然偷偷在家里偷他的鱼鱼 气死他了 鱼鱼 鱼鱼早就吃光了 嗯嗯 不过伦家还有留下那么一点点 一会儿翻出来 还可以再炖个鱼汤喝喝 爱马 喳喳爹 你来的真是时候 不然人家都快把这些鱼忘掉了 奶团子舔的嘴巴 苏子涵听到心声这才响起 不过这都多久前的事情了 魏弘远才发现鱼没了 此时 宁国长公主正在苏子涵这里做客 看到齐王这个样子 立刻怒道 这里是你的齐王府吗 给本宫到外面去跪着 黄姑姑的威言下来 魏弘远都傻了 她没想到魏将也在 只能尴尬的退后一步 撩袍子行李 泽 瞅瞅 在别人面前像个安纯似的 怎么就处处欺负娘呢 诅咒你诅咒你 诅咒你以后骂娘一回 就遭雷劈一回 白别白显灵显灵 奶团子竖起一根手指 念念有词 谁都听不明白 但魏弘远却明显感觉到 身体有些麻酥酥的 而且 并脚的碎发好像竖起来了 神 什么情况 姑姑 你不知道 她这个主母没当好 她肯定在家偷吃本王的鱼 话还未说完 青天白日咔嚓落下一道雷 不偏不倚 正好劈在魏弘远脑袋上 顿时把人炸成了非洲小黑人 魏将都惊了 慕容宇倒是低头看了看魏丝咬 然后揉了揉她的脑袋 其王要崩溃了 又觉得没面子 因为是在苏子涵这里遭雷劈的 他便又怨上了苏子涵 于是开口继续骂 苏子涵 你这个 其王府上空雷声轰隆 一道接着一道 不知道的还以为利姐呢 魏丝咬闹头 和离了还要上门闹 不然劈死算了 一了百了 总之跟这个渣渣也没什么好说的 众人都吓了一跳 谁都没想到 这雷还能一道接着一道落 劈了好几下之后 魏弘远再也熬不住趴鸡 砸在地上 最后还是其王府来人 把他抬出去 这个混账 和离之后还来找你的麻烦吗 看我回去 怎么向皇兄告状 苏子涵深吸了一口气 嗯 告状好 长公主 你一定要多多告状 某些人真的看一眼都烦 对了 本有事想跟你说 但是被这人一打岔 我竟然给忘记了 魏将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但还是道 死死的八欢阁什么时候开 我想和夫君一起过去 住一段时间 他总觉得 慕容宇跟魏丝瑶在一起的时候 情况就会变好很多 以前魏丝瑶年纪小 慕容宇又是男子 不好进出后宅 现在思思自己开宗门了 正好他们夫妻俩一起进去 当然可以 听说很快就能修缮完毕 到时候一起去便是 苏子涵对长公主印象不错 二人又聊了一会儿 魏将这才转身离去 至于隔壁的某些人 管他死活 儿啊 你放心 只要这王府 只有你一个儿子 你父王就得过来看你 魏锦诚一愣 扭头看向柳如云 可彩黎那个贱人 马上要生了 柳如云笑笑 若是生不出来 王府就依然只有他一个子嗣 魏容轩和魏子轩再厉害 那也已经不是王府的子嗣了 房间里传来嘀嘀的笑声 而此刻 彩黎闲来无视 又跑到隔壁去串门 姐姐 给 我秀的 怎么样 在满春桃 连妈妈都觉得我秀的好看呢 都快生了 还到处跑什么呀 苏子涵看了看彩黎的肚子 心到怕不是就这几天了 嗨 我就是出来走走 说着他看向魏思瑶 要是肚子里这个 能像小郡主一样就好了 魏思瑶看了眼彩黎的肚子 啊这 好吧 不是妹妹 应该是弟弟 不过他是不会说的 嗯 绝对是弟弟 苏子涵 啊这 一不小心听到了呢 彩黎又坐了一会儿 这才扭头离开 魏思瑶看着他的背影思索了一下 还是追了上去 彩黎 女人差一回头 便见奶团子 将小胖鸟塞到了他的怀里 这个给你用 能保护你安全 这 一只鸟 还能保护他安全 彩黎的修为不过是练气期 而且也没系统学过 顶多算野生修士 所以很多东西他不懂 也不明白这只鸟的作用 他只当魏思瑶是好心 小孩子就是这么可爱的存在啊 好 我听小郡主的 说完便嘻嘻哈哈离开 也没当回事 然 魏思瑶的声音 却在背后悠悠响起 生之前 最好一直跟齐王待在一起 彩黎原本还算不错的心情 输地一沉 再回头 却看不到魏思瑶的身影了 小团子应该已经跑回去了 彩黎一时间 心里有些七上八下 这段时间 柳如云看起来都老老实实的 一点反应没有 这会儿不会干出什么事来吧 他决定听魏思瑶的 不过 他要瞒过柳如云的眼睛 于是 他便假借着担心齐王为名 挺着大肚子 亲自在身边伺候 然而这消息 却并没有告诉柳如云 也就是说 柳如云还以为 他待在自己寝宫安胎呢 至于齐王这里 反正也不用他怎么伺候 有的是婆子丫鬟 他只要坐在一边 跟齐王说话就好 彩莉 是这几天吗 是的王爷 很好很好 你一定要给本王生 一个天才儿子才行 一定要比苏子涵的儿子 还要厉害才行 魏弘远像是着了魔一般 喃喃自语 彩莉听得微微醋眉 他还真不想要儿子呢 醋眉的时候 瞎人也端来了彩莉的保胎药 有一份还是苏子涵给他的 他才要接过来喝 却被魏弘远身边的御医拦下 御医嗅了嗅这碗汤药 哎 不好 这不是保胎药 这是堕胎药 什么 魏弘远大惊 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立刻坐起来 盯着御医手里的药碗 你确定 王爷 老臣确定 如果王爷不放心 可以再请其他的御医过来 查看一下 好 那就再找御医 不过 一切给我私底下进行 且不可被人察觉 魏弘远这次终于学聪明了 没有大张旗鼓的行动 而是按耐下来不动声色 见底下的人出门而去 他才扭头看向彩莉 是谁不敢放过阵间的孩子 这 这可是王爷您的子嗣啊 旁边的婢女连忙安抚 哎哟 娘娘 您可不能哭啊 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啊 这话说出来 彩莉更难过了 当场绷不住落下泪来 魏弘远心疼地握住她的手 彩莉 本王一定查清楚 到底是何人所为 说完 起身下床 吩咐自己人 私底下暗自查访 力求不惊动任何人 齐王府 彻夜通明 即便是在低调行事 柳如云还是敏锐地 察觉到丽丝丝一样 姑娘 怕不是彩莉那边出事了 最好是 柳如云心满意足 至少这样 自己的儿子 就是王府唯一的男丁了 那就要恭喜姑娘了 咱们还没动手呢 那边先出事了 奶娘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只能说真是天助我也 分分钟就出事了 哈 很好 然而 他们正盯着外面偷着乐的时候 却看到魏弘远带着人 匆匆朝这边走来了 王爷来了 王爷已经好久没来过了 上次来还是来打他的 现在王爷突然来 一定是想起自己来了 王爷 柳如云满心欢喜迎上去 然而迎接他的 不是魏弘远的爱惜与笑脸 而是冷漠和无情 搜 一声令下 魏弘远身后的人 在屋子里一通翻找 柳如云脸色立刻变了 王爷 王爷你这是做什么 他冲上前去 想要抓住魏弘远的袖子 却被魏弘远猛地退到一边 滚 王爷 柳如云崩溃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小四很快搜到了一包毒药 看到药的那一瞬 柳如云的脸色猛的一变 这 这 怎么会 这要是他打算明天一早用的 所以暂时没有收起来 而是放在箱子底下 准备一早拿出来用的 谁知王爷突然来 根本没来得及收起来 柳如云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爷 王爷我没有 不是我 不是你这包毒药是怎么回事 柳如云 本王带你那么好 你竟然如此恶毒 要害本王的子嗣 柳如云想解释 可是现在 不管怎么解释 一切都看起来苍白无力 冤枉 假的 哈 魏弘远绝对不会再相信了 他扯过柳如云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揍 柳如云 你这剑劈子 下剑劈子 魏弘远气疯了 他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而柳如云竟然下药 他竟然下药 而此时 跟着彩离离开的小胖鸟 也飞了回来 将那边的情况 嘀嘀咕咕地告诉了魏思瑶 奶团子的眼睛 疏地就亮了 行啊 彩离这么用的吗 但是很爽啊 有木有 哈哈 魏思瑶要乐疯了 他只是提示了一点 彩离就能做到这般地步 真不愧是你啊彩离 而且现在看来 彩离比上辈子的战斗力更强 至少他对付娘的时候 可没用过这样牛逼的手段 娘 娘 看热闹 走走走 魏思瑶第一个跑出去 余下娘几个一脸无奈地跟上 于是 墙头上冒出一个一个的脑袋 当大家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即便是苏子涵都恶狠到 活该 魏思瑶趴在墙头 看着那边的动静 嘴角却缓缓扬起一个弧度 大哥 好机会呀大哥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 趁人病 要人命 魏荣轩扭头看着奶团子 小娃娃笑嘻嘻的 怎么看怎么粉雕欲灼的可爱 红嘟嘟的嘴巴 却一张一合 说道 外面的人不是都骂娘亲 故意掖着藏着 不显露出你跟二哥修为的事情吗 是时候 该让大家知道知道 坏人是谁了 彩离这一招 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柳如云作恶多端 自然趁着这个机会 将他所有恶毒的事情 都爆出来最好 魏荣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是能说妹妹跟他想到 一起去了 于是他抬手揉了揉妹妹 毛茸茸的脑袋 宠溺一笑 交给哥来 齐王府的小妾 给王妃娘娘下堕胎药呢 我的天哪 这么恶毒的吗 为什么 好像是不想让王妃产下子嗣 这样 他那个儿子 就是唯一的子嗣了 太毒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众人瞬间议论起来 而这只是个开始 刘妍这玩意儿 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变来变去的 起初 只是关于柳如云 毒害正妻子嗣的刘妍 传着传着 就又变了 哎 听说了吗 这小妾呀 一直忘想做正妻呢 当初新月公主 就是被他挤堆走的 听说了 听说了 好像说 他十几年前 就跟齐王在一起了 这小妾还是新月公主的表妹呢 蜀男苏是把他抚养长大 还给他丹药修炼 他就是这么报答人家恩情的 真是恶心死我了 哼 忘恩负义的东西 一看就是白眼狼 是这个小妾害的 这当初啊 他借着二人关系亲近 一直给这个表姐下毒 哎哟 这个毒可歹毒了 能让女人生下来的孩子 全都不能修炼 我的天啊 听到这个消息 聚在一起的百姓们 一个个都无比震惊 却又无比愤怒 我就说啊 齐王有修为 新月公主又是汝南的修仙世家 怎么可能连生三个孩子 都是废物啊 这概率也太高了吧 就是 我当初也怀疑呢 你怀疑个屁你 前几天你还一起帮家 骂新月公主呢 人群叽叽喳喳讨论起来 眼看着楼要歪 人群里一个人影微微晃了晃 迅速把话题拉了回来 委屈了新月公主了 她一定在齐王府受了很多委屈 这个柳如鱼 简直不是人呢 齐王也有问题好吗 就这么傻乎乎的被人给下毒 三个孩子都毁了 还偏要宠爱这个下毒的坏女人 脑子有病吧 众人继续声讨齐王和柳如云 而那个人影还在继续带节奏 一时间 苏子涵的形象立刻高大起来 而某些人的形象嘛 总之已经完全没有形象了 哈哈哈哈 路边抱着唐葫芦肯的魏思瑶 笑嘻嘻的盯着路边嚼舌根的路人们 心情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大哥办事就是笑蕾 哈哈哈哈 就是不知道 这些风声什么时候能传进扎扎爹的耳朵里 走回家 好的小郡主 他带着魏思瑶扭头离开 至于魏宏远 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消息 此刻的他犹如当头棒喝 这才察觉到所有的一切真相 怎么会 真相怎么会是这样 真相怎么会是这样 他一直把这一切怪罪在苏子涵身上 他一直觉得都是苏子涵的错 可现在外面那些人说的话 明显错的是柳如云 是柳如云这个毒妇 如果不是他 自己怎么会错过两个如此优秀的孩子 怎么会 怎么会 魏宏远崩溃地抱着自己脑袋 无声惨叫 王爷 您来了 魏宏远抬头盯着柳如云 一直盯了他许久 直到盯得柳如云心里发毛 男人才淡淡的 收拾一下吧 柳如云心中一惊 王爷 这么晚了 做什么 送你出府 王爷 柳如云红了眼睛 眼泪啪哒啪哒往外掉 魏宏远 这是要赶他走 苏子涵出府的时候 好歹还有一封和黎叔 而自己呢 一句话就完了 王爷是信了外面的话吗 王爷 如云跟了你这么久 我是什么人 王爷您不知道吗 外面的人说些闲话 您就信了 如云 如云委屈啊 如果是以前 魏宏远肯定还会怀疑一下 但现在 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发生了 先是两个废物儿子突然出类拔萃 然后秦师竟然是魏荣轩 更郁闷的是魏锦诚才是那个废物 然后一件又一件 一桩又一桩 所有的事情串联起来 魏宏远几乎想明白了一切 为什么下毒 自然是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啊 魏宏远狠狠地闭了闭眼睛 他已经想明白了因果 所以态度也变得尤其强势 来人 给如云收拾东西 王爷 眼看着哭诉无用 柳如云一咬牙 王爷 赶我走可以 但请王爷允许我 带着锦诚和晚会走 娘娘马上生产 王爷不再需要他们俩了 我这个当娘的 见不得他们俩是委屈 哼 休想 孩子谁都不能带走 他们生下来就姓魏 一辈子都姓魏 竟然没用 铁了心要赶他走啊 哼 如果没了孩子 自己又是什么母瓶子贵 没了孩子 自己什么都不是 柳如云发疯一般尖叫 不行 不行 王爷 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啊 魏宏远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他将一切的过错 归到了柳如云身上 然后冷漠无情地摆了白手 立刻有粗使婆子拥上来 他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从后门被丢出了王府 柳如云崩溃大哭 王爷 你忘记当初的海誓山盟了吗 王爷 你说一辈子只爱如云一个人呢 呜 黑暗之中 苏子涵缓缓走过来 立在柳如云身后 表妹 这就是你费尽心机 也要得到的一切吗 表姐是来看我笑话的 哈 对 她就是来看笑话的 她想看看 柳如云豁出一切去爱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 现在看看 明白了 不值得 也就是说 在魏宏远心里 根本没有什么一生致爱 都是假 柳如云 你也没什么特别吗 哦 不 你也特别 特别的丑陋 说完这句话 苏子涵笑了笑 突然觉得一切都是然了 她恨为宏远 觉得她欺骗自己 觉得柳如云背信弃意 枉费自己对她那么好 现在看看 哈 全都是个笑话 你比我惨多了 丢下这句话 苏子涵转身离开 就算是儿子 你也要告诉王爷 是女儿 驼子一惊 王爷若是发现了 哼 发现不了 采离笑笑 拿出一粒药丸 这丹药 堪比大能的障眼法 不会有人察觉的 这是她好容易弄到手的 为的就是今天 儿子 不要也罢 当女儿也挺好 省得被某些人惦记 再说 柳如云虽然走了 府里不还有一子一女吗 等孩子生了 她就去找新月公主修炼去 带着孩子一起 而将来王府里的一切纷争 都将跟她毫无瓜葛 我知道了 接生的婆子认识采离 自然听她的话 很快 产房里便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魏弘远听到如此洪亮的声音 几乎要乐开了花 不管不顾地冲进去 是男是女 一定要是儿子 而且一定要很优秀 至少要比魏锦诚优秀 比魏子轩优秀更好 若是能有魏荣轩的天赋 那简直更好 魏弘远满心激动 然而现实却犹如一盆凉水 兜头浇落 恭喜王爷 赫谢王爷 是个小郡主 魏弘远一愣 显然有些不相信 他一把掀开孩子的包背 果然是个女儿 魏弘远叔弟恼羞成怒 彩黎 你 他想骂人 然而刚产完孩子的彩黎异强虚弱 毛子撑开一条缝隙 冷冷地望着他 这道视线落下来 却让魏弘远一惊 莫名想到生了三个孩子的苏子涵 每次苏子涵生产 他也一样在外面着急等待 每次生下来 他也是第一个冲进去 问一句 有羞为马 当时怎么样来着 产婆也是这样摇头 而他做了什么呢 咒骂 失望 暴跳如雷 再然后呢 再然后苏子涵就走了 带着孩子离开了自己 魏弘远深深闭了闭眼 最终微微一笑 不急 采离 再多看这母女一眼 采离冷笑一声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苏子涵走得那么干脆了 可苏子涵能离开 自己却没办法 三较九流 青楼女子本就是见急 他能嫁进来做王妃 已经是难得 若是离开了 只能做回见急 他不想回去 尤其现在还有了孩子 我看看孩子 他接过孩子看了一眼 缓缓开口 你要为你争取到了新生 以后的路 你自己走 不过不怕 你要送你去新月公主府 你要好好地跟着四四小郡主 他努力了一辈子 能摆脱见急 已经是重生 至于以后交给儿子吧 此时 采离生女的消息 也传到了魏锦诚的耳朵里 柳如云走了 他没有太多反应 毕竟打从他离开柳如云的怀抱 进入齐王府的那一天 他就知道 娘亲这个角色 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他叫了苏子涵十年的母妃 心里更清楚 他的娘可以是任何人 所以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依旧是齐王府唯一的男丁 公子 你可要庆祝啊 姑娘虽然被赶走了 当姑娘临走前交代老奴 让老奴一定伺候好公子 您就放心吧 魏锦诚面无表情 指道 晚会呢 晚会王爷单独养在院子里 找了娇心嬷嬷教导 连老奴也不能轻易得欠呢 闻言 魏锦诚不再说话 公子 你躺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啊 魏锦诚笑道 很快 很快就能好了 魏锦诚说着闭上了眼睛 而一切也如他所说一般 夜半时分 那些被魏弘远赶走的御医和弹药师们 又都回来了 魏弘远也亲自来了 所有的要再次熬上 魏弘远甚至还弄来了鲫鱼 明明府里鱼池里的鱼都没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 总之喝完鱼汤 魏锦诚就好多了 走火入魔伤道的根基和经络 也在一天一天恢复 而被赶出家门的柳如云 却在这一晚消失得无影无踪 姑娘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苏子涵抱着魏锦诚上了马车 直奔庄子 庄子在都城之外 路上经过一片僻静之处 然走着走着 马车却猛地陷入了一道深坑 怎么回事 苏子涵蹭眉下车 往轮子下面一看 果然见马车其中一个轮子 陷入了地上的泥坑里 马车内 魏锦眯起眼睛 打亮着两边的树丛 只见大树遮天蔽日 林子里飘荡着一股子阴气 有点奇怪哦 苏子涵冷不丁听到女儿的心声 当时心中一紧 他干脆利落出手 利用自己金单器的修为 猛地把深陷地下的车轮拔了出来 而随着车轮一起被带出来的 竟然是一头黑线的虫 这玩意儿只有三品 但因为藏在地底 极难对付 这群人里面只有苏子涵修为最高 他赶紧祭出常见应对 然而黑线地虫一击不中 之后便猛地缩了回去 只留下地上一个硕大的坑洞 苏子涵见状疏敌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女儿的心声 今儿这里就得出一条人命 奇怪哦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黑线地虫不是应该出现在 更人际罕至的地方吗 姑娘 这好像是有什么人 故意引来的黑线地虫 苏子涵脸色一变 立刻踏上马车 道 走 走 往哪里走 林子里突然响起嘶哑的声音 紧接着一道道人影 突然出现在马车周围 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苏子涵看到来人便皱起眉头 来人穿着一身黑袍 五官被一张丑陋的面具遮盖 根本看不到脸 魏思瑶打量着面具 心到这面具 他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各位 我们只是路过 苏子涵一脸警惕 围首的男人哼笑一声 我们为了抓住这条黑线地虫 布置了三个月 你们一来就把他放跑了 老子让你们赔 放肆 你知道这是谁的车架吗 苏大婆子满头冷汗 但还是忍不住出声呵斥 为的就是能下退这些人 这里修位最高的就是苏子涵 金丹七 然而对面的人里 至少有三个金丹七 根本打不过 既然注定必输无疑 还是要想办法先护住苏子涵 和魏思瑶 然而对方根本不买账 老子等着虫子救师弟的性命 既然你们放跑了 那就拿命偿还吧 苏子涵也能感觉到对手的强大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死死地抱住魏思瑶 现在立刻传讯 不知道师兄是不是能立刻赶来 他现在唯一能联系上的 近在眼前的人 就只有身在八荒阁的徐渊了 想着他偷偷捏了个传讯符 然而才一松手 便被外面的人打落 苏子涵想着实在不行 就豁出去拼了 然他还未动 怀里的奶团子便挣扎着露出脑袋 看向面前的人 催生生 苏子涵大惊 想要把人抱回来 魏思瑶雀泥丝一般滑出去 直接插腰站在了马车外面 见自己被一个奶团子质疑了 那个戴鬼面具的胖子嗷嗷大叫 哼 你个没牙的东西 你知道黑线地虫是什么吗 怕不是见都没见过 怎么没见过 黑线地虫无头无足 浑身漆黑 隐藏地下以腐蚀为食 平日里也会抓活物 咬死后拖进地下 带到腐败之后再吃 是不是 几个男人面面相去 谁想一个两岁的娃娃 竟然还真的知道 围首的男人又道 嗯 既然你知道 那你是否能抓住这虫子 师兄 他才多的 你让他抓虫子 岂不是等于让一个 还没断奶的娃娃 开宗立派 这简直太可笑了 依我看 这些不过都是 他们的缓兵之计 还是赶紧杀了算了 胖子是坚决不信 魏思遥能抓到黑线地虫的 他只痛恨这些人 放跑了这虫子 害得他们失地 莫要吃 只能等死 魏思遥也不管 只盯着胖子 你们是地母宗的 你们开宗祖师 是个要饭的 对是不对 几个人齐齐一惊 没想到这娃娃 竟然能看出他们的来路 毕竟他们这个宗门 很少在外面走动 你 你这个胖子 最喜偷吃 你现在身上还装着 你们宗门乞讨来的粮食 那明明是要大家一起分着吃的 你小子吃毒 胖子 哦 咱能憋说了吗 胖子瞬间凌乱 更要命的是 他的师兄弟们 都起起看着他 面具后面的毛子里 是藏都藏不住的怀疑 你 你们别见他的 他赶紧摇头 让大家明显不信 藏吃的 这胖子是个惯犯了 胖子快懊恼死了 扭头死死盯着魏斯瑶 然奶娃娃根本不惧 还在一边道 你们祖师还跟我要过饭呢 闭嘴 为首的男子有些恼怒 好歹是他们宗门的师祖 岂能让这个黄口小儿 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若是能捉到 就赶紧捉 别耽误我们时间 你们让捉就捉吗 你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岂不是太掉价 你 为首的人恼羞成怒 激起灵气强攻过来 苏子涵吓了一跳 连忙糊在女儿身前 然魏斯瑶却只是轻轻抬起一根手指 点在苏子涵后背 苏子涵只感觉到一股强大又苍劲有力的气息 疏地传入四肢百骸 他甚至都没动 攻过来的人便被震飞出去 师兄 几个人都惊了 苏子涵这个刚踏入金丹七的人 根本不可能是大师兄对手 地母宗的人瞬间警觉起来 而此时 魏斯瑶勾了勾小手指 地洞里面消失掉的黑线地虫 竟然又勾勾压压地爬出来 无比驯服的盘在魏斯瑶脚下 什么 地母宗的几个人都看傻了眼 谁都没想到如此难抓的东西 竟然会被一个奶团子 如此轻而易举地抓到 比起地母宗的震惊 苏子涵更震惊 刚才打飞那些人的灵气 绝对不是来自自己的 而是来自女儿魏斯瑶 思思不是没有修为吗 不 或许有修为 修为太强悍 强悍到让人无法察觉 就会产生没有修为的错觉 难道 他的思思并不是什么废物 而是比荣轩还要厉害的 天才中的天才 苏子涵立刻兴奋起来 他看着魏斯瑶 眸子里满是感慨 而围在马车周围地母宗的人 似乎也察觉到了 自己可能踢到了铁板 再看看盘旋在魏斯瑶脚下的 黑线地虫 这几个戴着面具的修饰 以领头男子为首 竟然琪琪给魏斯瑶跪下了 不知小道友 是哪里的高人呢 八荒阁 嗯 八荒阁是个什么宗门 从没听过呀 只要小道友 肯把黑线地虫交给我们 改日 我们一定上八荒阁登门道谢 现在不是继续纠缠下去的时候 师弟等着这玩意儿救命 而且他们又打不过这个奶娃娃 所以还不如干脆认怂 见他们态度还算不错 魏斯瑶点点头 将黑线地虫丢给了这几个人 几人正欲离去 远处一道人影 却踩着飞剑急事而来 师妹 你们没事吧 徐渊来了 他处理完八荒阁的事情 回到新月公主府 这才知道娘俩出门去庄子上了 他又踏着飞剑赶到庄子 才知道二人根本没来 徐渊算了下时间 确定一定是路上出事了 这才沿着大道一路寻找 终于被他找到了 看着这些戴着面具鬼鬼祟祟的人 徐渊呵斥一声 当场记起飞剑 舅舅 没事了 让他们走吧 以后 别让我见到你们 是 是 地母宗的人得到黑线地虫 立刻起起扭头 狂奔离去 师妹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兄 我们上车再说吧 三个人坐进马车 继续往庄子里走 黑线地虫 这玩意儿十分罕见 而且属于不正不邪的物种 还能拿这个救人 徐渊表示不理解 不过丹修的玩意儿他不懂 毕竟他是个剑修 回来 去八荒阁问问 独一胜手 想必 他知道怎么回事 师妹 这个要怎么做 徐渊的声音响起在不远处 魏丝瑶抬头看看 见一代见修徐渊 化身庄家汉子 娘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这个先放一遍吧 师兄歇歇吧 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 没事 我不累 我是修士 不吃不喝不睡都没有问题 魏丝瑶一双大眼睛 滴溜溜地转着 然后默默开口 这个徐渊 果然喜欢娘 四小只起起点头 嗯 说得太对了 嗯 说得太对了 突然想起在身后的声音 把几个小家伙吓了一跳 三花更是竖起浑身的毛 四心裂肺地瞄了一声 撒爪子跑得无踪无影 魏丝瑶 啊 我的猫咪 好容易摸到的 他恨恨回头 看见黄玉对他笑眯眯 小徒弟 听说 你已经两岁多了 啊不是 这位不是独一胜手吗 独一胜手不是很忙吗 为什么总是会突然出现 奶团子毛子里 是满满的嫌弃 来的路上 从路边买来的 看到烤地瓜 奶团子的眼睛终于亮了 他笑眯眯的接过地瓜 顺便往旁边挪了个地方给黄玉 独一胜手 这娃娃是准备让他一起偷看吗 不过 算了 看就看 反正也没事干 而且跟徒弟拉近感情什么的 才是大事啊 于是 堂堂独一胜手烤地瓜 一边啃一边强势为官 这人修为不敌 比我高 初翘期的剑修 几乎可以横扫一果 而他只是原因期的单修而已 不过 若是要论下毒的话 就算是初翘期的剑修 也不是自己对手 他正想着 奶团子在一边呼着地瓜 缓缓道 再厉害 一粒毒药都能放到 果然没看错 这丫头就是为了 独一胜手这个称谓而生的呀 心里激动 但面上还是要装一下的 哼 你说到为师心坎里去了 奶团子啃了一口地瓜 嗯 商量下 从此咱们做朋友怎么样 独一胜手 咋的 突然就做朋友了 从你三个月就看好你了好吗 小徒弟 你哪里对我不满意吗 黄玉都惊了 是他哪里表现的不好吗 你看我 现在是八荒阁阁主 我们八荒阁将来是要征服四海八荒的 做不了你的弟子 黄玉都无语了 心道丫头你才两岁 也心道不小 还特么征服四海八荒 你知道四海八荒都有啥不 然 想到最后他自己又笑了 如此雄心壮志 真是好样的 可 独一胜手的名头 只有你能继承啊 黄玉也铁了心了 独一胜手只能是魏斯瑶 别人都不行 啊这 这么看得起自己吗 魏斯瑶耸了耸肩膀 他长得小 肉乎乎的 耸肩的样子竟然尤其可爱 看得黄玉很想把他抱进怀里 没事啊 不耽误我将来继承你的名头 放心吧 我一定把你的名头发扬光大 黄玉 啊这 啥承诺都没有 就把自己的名头继承了 孩子 独一胜手不光是个名头 还要继承的 比如他手里的各种医药典籍 还有各种毒药典籍 甚至还要修炼提升的 单修就是单修 可做不了建修之类的 但黄玉觉得自己现在 就算什么都说了 好像也没用 你不能指望 一个两岁的孩子 像个大人一般名士里 什么都能说得明白 想到这里 他决定搞点私心 比如说 从现在开始 就先把魏斯瑶 培育成一个单修什么的 那以后怎么来 不就全是 他说了算了吗 这本大药古籍 只有神农宗内部弟子能看 本尊先给你看看如何 魏斯瑶眨大着大眼睛 默默道 大叔 你哪只眼睛觉得 我会识字 笑容都快维持不下去了 啊 计谋无法都逞了 这丫头若是不识字的话 连书都看不了啊呀 但黄玉不想放弃 这么好的徒弟 不能便宜别人 他想了一下 觉得这个办法好解决 于是他张嘴便从第一页开始 古籍灵直 皆可入药 或为人大补 或有剧毒 现已输注大补灵直 为我宗门弟子所用 炼制丹药 力图飞升 不讲武德 怎么还读起来了 但不听白不听 对他有没有什么损失 金灵子是可以炼制高阶丹药 没错 但是炼制之前 要把金灵子的毒性先化解掉 这样炼制出来的丹药 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不然炼制出来的丹药 吃得少还没什么 若是吃得多 会对木属性的修饰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你这里不对哦 奶团子小嘴巴巴巴 黄玉却直接听愣住了 在他们神农宗 金灵子制作的丹药 是坚决不会让木属性的弟子碰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玩意儿木属性的弟子吃多了不好 但谁都没想到 这个原因是因为金灵子的毒性 而且这个毒性还能化解 金灵子有毒 我们研究了上千年 金灵子应该是无毒的呀 毕竟就算是木属性的妖兽 也会经常吃金灵子 如果木属性的妖兽都吃的话 那不就证明 其实金灵子没什么危害 所以在神农宗以外的其他宗门 大家也给木属性的弟子 吃金灵子炼制的丹药 只是目前还没发现什么严重的后果 黄玉的脑袋急速旋转 至于神农宗不给木属性弟子吃 也是出于严谨而已 奶团子盯着黄玉 肉糊糊的脸蛋 十分认真地摇头叹息 你不行啊 咋滴 分分钟就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给否定了 而且这货还是他原本打算 说做徒弟的人 哦 真的好生气呀 黄玉嘴角抽搐 做了这么多年独一胜手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否定自己 但他毕竟是丹药师 骨子里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关于丹药的一切 于是他压下了心中的不爽 反而十分真诚地开口询问 金灵子怎么去受毒性啊 简单 但要炼制成功之后 滴上两滴云顶之上 沾染了天地灵气的露水 露水 黄玉皱了皱眉头 思考了一会 突然豁然开朗了 金灵子嗑木属性 然而水生木 嗑了去的木属性 不就可以补回来吗 而且还不会影响药效 你可真神啊 黄玉惊喜换分 恨不能立刻给魏丝瑶 来个爱的抱抱的 魏丝瑶呵呵 那你觉得以你的才华 还能当我师父吗 黄玉说我不配 黄玉无脸无声尖叫 妈呀 这个奶团子真的太厉害了 怎么办啊 真的好想直接绑架回神东宗啊 然 魏丝瑶就像是知道 他想什么一般 斜着眼睛冷冷道 别想着把我绑架走 救我徐渊舅舅 你就打不过 黄玉 他抹了一把脸 忽而道 那商量一下 你说我为徒怎么样 啥 咋的 死都不肯放过他是吧 奶团子彻底无语 黄玉却很是 悠哉从容地往地上一坐 干脆也完全不放飞自我了 问 徐渊喜欢你娘 你怎么想 你跟一个两岁的娃娃 谈这种话题 真的好吗 没想法 娘开心就好 反正命运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娘和离了 还带走了孩子们 他们一家只能越来越好 娘 抱 黄玉远远看着 突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点子 如果不能疏图 那就换个思路 给他当爹好了 黄玉默默给自己点了个赞 而后起身 正色 整了整身上的衣服 再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把折扇 啪啪甩开 这声音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 而后 黄玉便笑眯眯的摇着扇子 自诩风流倜傥的走过来 冲苏子涵微微行礼 见过新月公主 苏子涵 怎么突然觉得 今天的黄玉一点都不高冷了 黄玉笑眯眯 她这人本来长得就好看 因为常年炼丹 在炼丹房不见光 皮肤痒得白嫩细腻 且没有见羞一身的杀气 气质温文尔雅 没了平日里的高冷 平一近人起来的黄玉 简直就是一味如牙暖的 为思瑶看看黄玉 再看看徐渊 我这里还有一些神农宗 培养的灵质种子 属于优质品质 就送给新月公主种植吧 说着 她从储物袋里 拿出一包种子递过去 苏子涵愣了一下 还是笑着接过 并道 前我会名人送上神农宗的 先尊这边请 咱们坐下歇一歇 啊这 还要给钱的吗 不是说是送的吗 黄玉挑了下眉梢 但也没多说什么 娘娘 外面有几个衣着古怪的人求见 还是二鸭带来的 二鸭 二鸭不是在弹药铺子帮忙吗 现在过来 是铺子里出了什么事 她放下卫思瑶 挥挥手叫人进来 很快 几个粗壮的汉子便走了进来 苏子涵一看到几个人戴着的面具 便知道 这些人就是路上遇到的 那什么地母宗的人 她忍不住醋眉 思思已经把黑线的虫给他们了 为什么又找上门来 苏子涵还没等出声 二鸭便拉着颜制衣扑通一声 苏子涵有些惊讶 但不明白 他们父女二人重聚 地母宗的人来做什么 还真是为了救颜制衣啊 我记得颜制衣最后做了地母宗的小弟子 好像地母宗这么大一个宗门 都没个炼药的 她路上遇到妖兽 差点死掉 是地母宗救的她 救下来之后 她就一直为地母宗炼药 而地母宗的人也帮她找孩子 只是颜制衣后来受重伤 没挺得住死掉了 结果现在还活着 只能说你是遇上我了 哼哼 听到女儿心声 苏子涵这才明白一切 这都是你们父女之间牵绊太深 跟本宫无关 这功劳本也不是苏子涵的 非要感谢 感谢思思还差不多 公主 宗志 我的命是公主救的 女儿的命也是公主救的 甚至 我们家门早遇的不幸和冤屈 都是公主帮忙伸张的 刚小的跟师兄们商议了一下 决定留下来为公主炼丹 以后 小的就是八荒阁的炼丹室 他身后的人也道 对 反正我们地母宗 一直没有钥匙也没事 所以留不留她都没所谓 不过我们信得过新月公主 师弟就拜托给公主殿下了 几个人也齐齐跪下 行礼过后便转身离开了 余下言之意 对苏子涵越发恭敬了 那好 八荒阁丹药铺就交给你了 本也是你们家的产业 言之意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 起身带着女儿离去 魏思瑶拍手鼓掌 很好 八荒阁的丹药铺子 终于能售卖自己产的丹药了 毕竟货架上的丹药有神农宗的 有尹川三大宗的 就是没有他们八荒阁的 不过 现在有了 哈哈 好爽 魏思瑶开开心心的 娘 我出去玩了 嗯 去吧 父王 好利索的魏锦成 过来拜见魏宏远 齐王上下打量着这个儿子 点点头 修为提升上来了吧 这回魏宏远弄来了 很厉害的丹药 吃了能让人修为突飞猛进 魏锦成不但大好了 修为还提高了 是 现在炼丹机顶层 随时都可以进阶 嗯 很好 你去南间吧 最好在南间进阶 外面的人现在不都嘲笑 他两个字是废物吗 说什么魏荣轩 和魏子轩才是天才 呸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到底谁是天才 儿子知道 魏锦成能不知道魏宏远的用意吗 二人虽然不是亲父子 但是性格却有点像 一样的斤斤计较 非得争到好处才行 父王 儿子去南间了 嗯 魏锦成扭头离去 新月公主府大门口 魏思瑶抱着小狐狸 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眸子看向隔壁的大门 奇怪 已经很久没见到魏宏惠了 这姑娘哪儿去了 正想着 他便看到魏锦成 从齐王府踏了出来 此时的少年面色更冷 眸子也更阴质了 看到他在门口坐着 魏锦成竟然还能冲他微微一笑 淡淡汗手 妹妹 还是少坐在地上 凉 啊这 修为竟然提升到练器七顶层了呀 这是马上要进阶了吗 奶团子眼睛一亮 见魏锦成的马车远去 连忙跳起来 抓住安慕的手 跟上 跟上 小郡主 不行 要先跟公主殿下说一声 行的行的 我回来再向母亲讨伐 先跟上 乖乖 进阶之后的灵气搓成丸子 哈哈 那样人家就又多一粒丹药了 哈哈 羊毛不好白不好 魏锦成心情愉悦 至于魏锦成 为什么突然修为暴涨 管他呢 他只在乎那个小丸子 啦啦啦